八岁女孩被爸爸关进狭小的墙体内 四周开始灌入水泥 女孩赶紧起身躲避但无路可逃 水泥很快就淹没了她的脚 女孩拼命拍打墙壁 呼喊爸爸来救她 但外面并没有回应 水泥继续灌着 马上就蔓延到了她的脖子 女孩失去行动力 但她依然抓住最后一丝求救的机会 仰着头朝外面发出救命的呼喊 眼里全是无助和绝望 但爸爸并没有心软 女孩最终被永远地固定在了墙内 大山是个有名的建筑师 同时信服神教 她相信只有在地基里封印一个人 才能让这个建筑真正的有灵魂 从而守护整栋楼 让她的作品永垂不朽 15年过去 刚从大学毕业的建筑爆破师小美 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那就是炸掉一栋年代久远的大楼 她来到目的地 发现这个大楼设计精巧 虽然楼层不高但能容纳很多人 里面非常空旷整洁 因为爆破前需要全面了解建筑的内部结构 而这栋楼的所在地非常偏远 附近没有其他酒店 所以小美只能先暂时住在这里 这栋临差的大楼没有多少人住 只有一位管理员金姐出来迎接了她 金姐让儿子小杰带她去了楼上的房间 但还没走几步 走廊里的灯就熄了 显得非常阴森恐怖 小美以为是停电 小杰却告诉她为了省电 这里每六分钟就熄一次灯 男孩一边把她领到房间 一边告诉她不能去八楼和天台 因为那里是建筑设计师曾经住过的地方 晚上小美正在浴缸里泡澡 却突然听到周围有奇怪的声音响起 她起身查看但什么也没发现 就在她对着镜子洗漱时 却听到里面传来声响 她小心翼翼地走出去看 木板窗突然被拉开把她吓一大条 原来是金姐给她送食物来了 第二天小美在测量楼体结构时 发现实际的墙体厚度 比设计图纸上的要厚40厘米 而且她注意到很多房间虽然没人 但行李依然还在 她好奇地问金姐 对方只是说那些人突然消失就没再出现了 小美通过八楼的梯子爬上天台 那里有个隔间 她还发现了一本日记 上面记录着小美的到来 她以为是小杰的恶作剧 并没有放在心上 某天小美在墙上的爆破点画上标记 一个拿着斧头的黑人却突然冲过来 开始极其愤怒地凿墙 然后离去 留下一脸猛逼被吓得不轻的小美 看来住在这里的人都很反对将这栋楼拆除 小美的工作还能顺利进行吗 女人拿开墙上的镜子 钉子孔却流出源源不断的鲜血 女人伸手想去确认 却被墙里突然伸出的两只白手抓住 怎么也挣脱不开 之后女人被关进狭小墙体 四周开始注入水泥 就像那个女孩的死法一样 水泥慢慢封印住了她的身体 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扑面而来 小美猛的惊醒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噩梦 起床后她的男友小帅出现 她放心不下女友所以过来看看 两人继续探索这栋楼 发现金姐对着一堵墙说话 听语气和内容应该是在和死去的丈夫倾诉 通过当年的新闻报道小美得知 这栋楼的墙里一共被发掘出16具尸体 其中就包括金姐的丈夫和设计师本人 警方认为他们是被谋杀 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凶手 小美偶然打开了一个地下通道 她纵灌了整栋楼 从这里下去能看到很多房间的浴室 因为里面都挂着双面镜 小美一边感叹设计师的变态 一边来到了最底层 她和男友打开一扇旋转门 里面传来垃圾的恶臭 除了成堆的垃圾袋 金姐也出现在了这里 但他们没有过多交流就走了 小美正在和男友亲热 小杰蹲在墙体内偷听 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 第二天早上小美醒来 发现地板上有滩血 是通过门缝流出来的 她推开门 瞬间被眼前的景象吓到尖叫 小杰的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残忍杀害了 小美去找小杰以为是她做的 但男孩极力否认 她对宠物的死也很伤心 调查工作进入尾声 小美将资料打包邮寄给了爆破方 然后准备离开这里 临走前小杰送给她一本日记 这是设计师大山有关这栋楼的设计手稿 这样小美就能弄清墙体内的秘密 通过研究他们知道这里还有另一个通道 小美和男友一起来到天台上的隔间 他们看到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 里面传来小杰的呼救声 她说自己不小心掉下去推骨折了 让小美想办法救她 善良的小美利用滑轮和绳子下去营救 她不知道一场阴谋正在等着自己 女人站在井底脱掉上衣 然后仰头朝上面看 那里有个喜欢她的男孩 女人被她囚禁在这里 试图通过这种是好的方法让她放自己出去 一天前小美和男友听到天井传来呼救声 正准备下去营救时 男友被飞镖射中当场逼命 小美也跌落到井底 井里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这栋大楼的设计师大山 之前她把金姐丈夫封在了墙里 金姐为了报复把她囚禁至今 并将另一具尸体甲装成大山 混过了警方的调查 所以外界都以为大山已经死了 现在小美被小杰骗进来 她用对讲机祈求男孩放了自己 并不惜对她说各种温柔的情话 但小杰不为所动 外面开始下雨 井底的泥土被冲刷 小美看见男友的脸从底下露出 她绝望的哀嚎痛不欲生 小美撒谎自己脚骨折很痛 找小杰要来一些药 她把药粉和强灰装进小罐子里 然后粘在墙壁上 准备通过爆破创造逃生出口 可惜坚硬的墙壁只被炸掉一小块 根本无济于事 不久爆破人员到来准备炸毁大楼 大山开始自掘坟墓打算活埋自己 她不停地用言语刺激小美 让其杀了自己 小美动手满足了她的心愿 只见大山平静地躺在坑里 周围开始灌入水泥 她就这样践行了自己的信念 小美绝望地等待着 大楼即将在三分钟后被爆破 看来女人难逃一死 但小杰最终还是不忍心 突然向大楼狂奔过去 爆破是赶紧停止了倒计时 小美因为体力不知已经晕倒在地上 小杰一个冲动就跳了下去 她想和心爱的人死在一起 幸运的是小美还有一丝呼吸 她被工作人员救上来 最终得以存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叫致命违困 是一部心理惊悚片 特别是开头父亲 把女儿用水泥封住的场景 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 影片全程充满了悬念色彩 看的过程中还是很吸引人的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感兴趣的感兴趣 感兴趣的感兴趣